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討論, 關於 Puma Puma 系列, 我之前和大家看過的 MP 點, 還是 Golden Child 不知為何, 出完後, Puma 不斷出金色鞋 之後亦會有一對 Puma 金色鞋 這對 OPPO NITRO CNY 亦是金色, 給大家看看細節位 今次金色鞋邊的部分, 後鞋的部分 金色鞋的樣子, 似乎沒有 MP 點, 做得那麼突出 但亦屬於金光閃閃的系列 內側的部分, 外面的部分, 調理層次都算不錯 即是金色鞋, 比 Golden Child 更加內斂 其實 Clio Pro 、 All Pro 、 Nitro 等性能 其實大致上來說, 都不會令人失望 它都是一對行街鞋, 和一對籃球鞋的混合體 性能整體來說都算不錯 雖然如果你是金色鞋來講 這一隻,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我還有另一款介紹給大家 另一款就是, 因為 MP 點 01 出了 Golden Child 而 MP 點 03 都會出 Gold Dragon 在 1 月 13 號上 其實道道都上的 它這隻, 其實比 Golden Child 有一個極大的好處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鞋底部份 它鞋底部份, 膠材料 就好像不是純粹是 Translucent Rubber 底 即是這個有些類似生膠底的材料 所以變了, 在 Tractions 而言 就相對於 MP 點 01 為之好 其實 MP 點 03 性能上 大致上大部份的評價都是有改良 不過, 我覺得外觀方面 顏色方面, 都未找到我自己的配搭 所以一直都未試 外觀而言, 其實實際上 跟 01, 02 沒大改動 我自己覺得不是 不過, 我不太喜歡它的新拆 而是配色, 所以一直都未試 但性能方面, 大致上 我見到方家評價都算不錯 所以, 如果喜歡金色 又不想買不是明星的鞋 這隊 MP 點 03 高 Dragon 都會是另一個選擇 好, 來到第三個 German New Minus 26 其實 25 呢, 我剛剛買了 無奈, 它推出 26 真是 又會這麼快 但問題是甚麼呢 其實 26 呢, 是 25 代 一個小改款 通常都是的 即 Ss 呢 可能兩代一改, 三代一改 每一代不是差很遠的 那 26 代今次呢 是針對 25 代改了一些東西 其實我相信, 它 25 代那堆東西 是真的在這裏 我自己都試到是這樣的 鞋洞的包裹程度來說 如果純粹說跑, 會差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說就這樣穿著來講 它是方便一點 我相信 如果現在 26 代 應該調校鞋洞之後 應該是沒有那麼容易直接 即是一踩上去就穿了 它又會緊一點點 另外方面, 外底方面呢 亦都會變成 Hybrid Ascent Grip 那這個 Hybrid Ascent Grip 就是跟 A-HAR Plus 做一個 叫做融合的 那所以呢 其實它的外底 Supporting 呢 就沒有那麼滑 這個呢 其實呢 Limber Bus 的 25 呢 在我太太已經講過了 哇, 好滑 鞋底一濕的水是滑很多的 即是它那個鞋底 叫做一濕水 濕度表現是真是一般的 即是開車的 Brake 線 真的會滑開了 這個是一定程度上的危險 那之前有些鞋 Axis 也沒有那麼滑 不知道為什麼 這隊的膠料本身 就特別滑 所以這次呢 就加上這隻 A-Axis Grip 就令到那個 叫做抗濕的程度呢 還會為之高了一點點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再加上呢 其實它的重心 好像說 好過之前 即是它那個 向前推進的重心 效果好過之前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改點 Limber Bus 25 上腳 明顯 人是升高了幾多 但是可能升高的點 就要有好像 關節點 還有那個弧度 可能就沒有自己 調校得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 據說 今代 26 代 在這方面也有一定的改良 我覺得這一點 都是值得留意的地方來的 而且 也有一個 它也說了幾重要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 25 代 其實走得久 會累的 我之前在一個鞋瓶 也有說過 穿 25 代 走得太累 是會累的 今代也都在針對這一點 因為日常使用的部分 Cushioning 也有所調整 這個應該會在軟硬程度 再調校一些 令到你不會純粹走得累 即是它鞋底的軟程度過軟 浪費太多 Energy 正常推進的情況下 這一點有針對改善 所以 20 代 雖然是一個小改 但是 都改善它 即是原本 25 代 都幾嚴重的痛點 這個 所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 Book One 的顏色 我已經看夠了 你出幾十個 Book One 的顏色 都沒有用 還有這個問題 Book One 的顏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那些預售色 橙色當然賣光 也都很貴 但是之後的預售色 沒有一隻帥仔 即是可能 都不是沒有一隻帥仔 即是一些平淡的顏色 可能是 叫做 可能是行街鞋 它一隻好像是淺啡色 一隻就好像粉粉的綠色 但是所有你見到 即是經常在網上 看到銷色的顏色 一隻都沒有在排列裏面 所以我相信 它這個基額色行銷 真的有些太誇張 即行銷到點 連現在都未見到 鞋子 究竟是甚麼玩法呢 白紫色 很多顏色來說 是真的很漂亮的 但是你賣才行 即是你幫我看到點 我都覺得 一來疲留以來 有些覺得 興趣慢慢開始下降 但你去到 你一路不出 其實都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我希望 即是要快點 要見街了 好了 分享今日的新聞 Hardom Volume 9 Hardom Volume 8 都未能買的情況下 居然 Hardom Volume 9 的相片 都不知是甚麼玩法 緊隨著Hardom Volume 8 的Futuristic 外形 Hardom Volume 9 更加Futuristic 即是這個款 去到這個樣子 其實都是 都超了前衛的感覺 有些跨 即是爪型的樣子 我覺得不是不漂亮的 都幾漂亮的 其實真心講 我覺得那個樣子 即是當然上腳穿 就好像真的健力跨 但是 即是究竟 這樣的設計外觀 有沒有實際的用途 究竟會不會 其實這樣一體式融入去 其實會犧牲了一些 即是本身對鞋子的支撐 這個真是未知之數 因為我其實 對一些這樣的一體式的做法 即是未必覺得很看好的 當然 現在你看到這樣的做法的鞋子 例如Anthony Everett 那隻鞋 AE-1 AE-1 現在人們評價為幾好的 但是你記得AE-1 其實都幾軟的鞋子 對於太軟的鞋子 我覺得你都幾需要你自己的腳的機力 可能一些上年多的球友 都不是真的那麼對的 即是我見Sabrina 1 我就知道 即是我都落地都會扭傷的 即是它那個太軟 其實都不是真的那麼適合的 即是我相信有些 即是這樣的Flex 在極端的情況下 就好像你的腳那樣 即是給你一個腳的夾觸感 但其實你 是不是人人機力那麼夠呢 以及大家已經長這麼多年 有抗扭的鞋子來講 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呢 就未必是 但我看Hardel Volume 9 似乎走勢 都有點像這個AE-1的走勢 所以性能來講 會不會突然就像Hardel Volume 5 那樣音溝女翻船呢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一下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這樣就收到相關資訊 Bye Bye